阿普雷亚的图阿雷格 这个和普通的那些 比较起来最大的区别 它更具备的这种越野的风格 你要知道 川崎的一兽650 陵墓的DL650 包括凯旋的那个660 它们都属于一个修旅式的风格 这一块 这个图阿雷格 把这一块全部去掉了 前边是21寸的轮毂 后边19寸的轮毂 在动力方面 图阿雷格使用了一款 直列双缸水冷的电喷发动机 最大功率59.6千瓦 相应的扭矩70纽米 虽然发动机和自家的跑车接车 是同款的 但是应用在这款越野拉力车上 更会注重前段的输出 图阿雷格看似高高大大 但是在轻量化上做的还不错 整车重量187公斤 结合着18升的油箱 因为采用了钢管式的一体车架 所以它的1米55的轴距 在硬派拉力里算是长的 但它最小的离地间隙 依然可以达到25公分 在整车配置方面 5寸的TFT可以投屏的夜镜仪表 全车都是LED的光源 动力模式是可以选择的 并且ABS可以单独关闭 其他方面 你像TCS牵引力控制 定速巡航 该有的都已经配备 背耐力的真空胎 结合着布雷伯的刹车 以及KYB长达43毫米的减震行程 总之这是一款比较偏向于硬派的越野拉力车 它和陵木的DL650 传奇的EU650 虽然都属于拉力车 但市场定位完全不同 我这个1米83的个头 坐在上面感觉是前脚掌 两边的前脚掌落地 这个车虽然价格预估 我估计应该是在12万左右 但是配置相当高 如果你比较喜欢一款 纯正的越野拉力车 而且有份的大帽的车型 那你选择它 你像其他的这些定速型航 电子油门这些功能 也都已经配备了